對於昨天楊明璋副主教的看法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件事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是普通天主教的神父講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未去 但作為香港教區的副主教 他這樣的講述 我覺得這個已經構成了一種對特區政府的壓力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當主教級的人物去講這件事 雖然他表面上就說我不是很激烈 但是他暗示出來就是說 用一種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 教區還是支持的 我覺得這件事有違了 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這個是牽涉到中國內政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天主教背後 他最想去的就是梵蒂岡 梵蒂岡是一個主權國家 如果一個主權國家去干涉一個內政 人家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 這個是一個有違外交的關係 而且他是用一個什麼身份呢? 他也是香港教區的主教 其實這個現場來說 都是一個領事的身份 這是你的解讀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件事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今天普選的爭拗 只不過是大家在那裡爭權 爭什麼權呢? 大家都明白 香港現在選的行政首長 是香港的市長 是中國裏面 很多的市裏面是一個市長 這是中國裏面的內政 其實嚴格來說 中國政府是有權委任任何一個人去做市長 本來是可以這樣 但是因為叫做一國兩制 這個所謂兩制呢 就是尊重香港人的意願 因為擔心香港人呢 他們其實中央政府 大家都明白 香港人很擔心共產黨 擔心共產黨那套的管治方式 管治香港 所以呢 一路來講呢 就用這個兩制 就讓香港人呢 有一種心理上也好 實際的生活上面也好 是有一個安全感 在這個情編上面呢 那給香港人 高度自治 不是完全自治 記住 高度自治 就是始終是有一個限制在那裡的 那些社會領袖啊 那些所謂專家學者 不要在那裡誤導市民 看清楚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特區政府 他開始有普選了 這是中央政府賦予的 也將《基本法》裡面講了的 好了 選舉的方式究竟是怎樣呢 問題就是說 有人就認為 應該由香港市民選了一些人出來 然後就被中央政府任命 嗯 高達斌 因為這個再詳細一點 讓我先說 還有一件事 因為我們也想說 其實就是 因為現在就是天主教區 都在這個議題上面 都有一個比較高調的姿態 我覺得我忠肯一點 要說高調的姿態 你剛剛就說是一個壓力 對特區政府來說 不如我們就著天主教區這個姿態 或者陳建文 就著剛才高達斌所說的一些論點 你也回應一下 我想高先生是完全理解錯誤基本法的 基本法是保證了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 包括了我們的宗教生活 在回歸之後仍然可以保留的 那教會過往可以這樣 去就政治事務 社會事務 提出的意見 今天回歸之後 都是應該有權的 如果認為教會這樣說 就代表了梵帝剛 去到干預中國事務的話 我想請問 為什麼我們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裡面 會有一些位置是特別給中教界 包括天主教去到進行投票 如果這樣說法 是不是引入梵帝剛 去到干預香港的特首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是 理解錯誤了一國兩制的精神 一方面就是香港 扁到一個東莞市 另一方面 將香港內部的言論自由 就說到是外國的一個國家 干預香港中國事務 這些是完全對一國兩制 基本法是揭發最基本的認識的說法